计单词有方法 同学们咱们看这个方法怎么样 首先bed是床名词 room是房间也是名词 合一块 那么就是什么 床的房间 那干啥呢 卧室 但读音上注意 不读bedroom 直接变成一个 左复音了 bedroom bedroom 举例说明 the bedroom is the room where my bed is located 字面意思是 这卧室呀 它是一个房间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的床就坐落在此 那么就是卧室 就是我床所在的房间 好再看 bath叫浴缸或者洗澡 而room是房间 那你说同学们 合一块 bathroom 合成了bathroom 是不是就是浴室呀 在美食应用中 还可以当卫生间和厕所 来刚刚说明 after you leave the room I need to take a bath in the bathroom 在你离开这房间之后 我需要洗个澡 在什么 在浴室里面 至此同学们 这样记单词 是不是觉得舒服很多呢 好 到了今天 咱们课程会验时间了 思维导图 记忆核心800词汇 这800词汇啊 首先能解决同学们 两个问题 一 这词汇 你得先能记住 从形音译上记住 但第二个问题 同学们 最大问题就是不会用 那么解决会用问题 这每个单词 我带着你翻译三个句子 那么382400个汉语英 就保证了同学们 记住了音形译 记住它之后 还能够会用了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英语 这个单词记不住 或者是记得单词 老忘 是不是 那么就是因为音形译 三者没有成为一个什么呀 音形译语法 这三者没有形成什么 同学们 没有形成一个联合 那么在这个2400句的汉语英功能当中 就让同学们 把它记住东西 给真正运用到了 所以说 解决是记单词 和用单词的一个课程 下方直接可以上课 同学们 不要错过 学英语不走完了